智慧 学普弦菩萨的永不退转 学弥勒菩萨的绝对平等 所以弥勒菩萨 他希望他的世界是众生绝对平等 没有人生病 没有人受苦 那这些菩萨的功德你都有了 才可以成佛 所以既然我们今天要来超度 那我想各位我们都有佛性 那至少这个时间用佛的心来做事 好不好 那就有力量了 虽然你可能没办法保持24个钟头 有些师父有的人说 师父你叫我吃素吃三天就可以 吃四天我会发疯 那我说三天也好 因为佛经说吃一顿素食 生生世世不会遭遇 生在战争的地方 吃一顿素食 所以请人家吃一顿素食 那是一天吃素就不得了了 战争跟你没有缘 不施一颗药给出家人 不施一颗药给出家人 九十一节不用生病 所以等一下你要问法师 哪里有生病告诉我 我要让我自己不生病 佛经就说 不施一碗饭 给一个出家人供养他 生生世世不会生在饥饿的地方 所以你等一下跟法师 晚上你去哪里吃饭 我请你 所以各位要经常到寺庙去供灾 好不好 供灾 然后呢 那事实上法师活着让你供灾 谁得到好处 你得到多一点 因为佛菩萨他已经成佛了 不需要吃饭 也不需要你给他供灾 对不对 他福报大得很 但是佛菩萨成佛是让我们给我们福报的 给我们加持的 这样做一个比喻好了 你给你儿子一百万美金 就换过来 你供养你爸爸一百块美金 哪一个供得到 太聪明了 那你为什么要给你儿子一百万美金呢 儿子是来讨债的 你给他干嘛 但是爸爸妈妈可以让你感恩 你供养爸爸妈妈一百块美金 超过你给儿子几百亿美金的功德 所以父母是我们的功德 父母对我们有恩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那佛对众生这么大的恩 佛的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佛经有个故事 有一个女生拿一朵花 去供养佛像 她就问那个小和尚说 小和尚啊 那我供花 有什么功德 小和尚说我不知道 我就问我老师父 结果问老师父 问了很久很久还没出来 女基丝有一点不耐烦 终于小和尚出来 你问那么久 哎呀 我师父算不出来 然后我师父呢 就用神通去弥勒菩萨来编 弥勒菩萨到现在还在算 还没算出来了 因为供佛的功德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超度 并不是单纯把这个食物 不是给恶鬼到 首先要做的是 替他们做供养 好不好 但是你不能自私 你不能说 哎哟 法师你讲功德那么大 太好了 我要来救修功德 我要发财 那如果你有这个自私的心 功德就小一点了 不要好了 我为我儿子供养 希望他发财 那你也是自私 你可以用你儿子的名义 替众生供养佛 然后呢 佛加持不施给众生 那你儿子功德才大 记住这个道理 比如说 你有冤亲在主 你有堕胎胎儿 你血排位了 那你要怎么做比较好 那你的堕胎胎儿 假设叫吉儒 那你买一包饼干 我以吉儒的名义 为众生供养诸佛 为众生不施 那他得到功德大不大 就大了 那你就还他债了 如果你对他这么好 他就快乐了 他一快乐就超度了 对不对 要么升天 要么去极乐世界 他就不会住在你身体里面了 那你欠他的债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 大乘佛教的意义 你讲 一切为众生 没有自己 所以大乘讲空性 就是告诉我们 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没有太阳 我们能不能活 全热死 全冰死了 没有水 可不可以活 全部都渴死了 所以没有父母 我们也不能活 一样的 所以能够让我们活下来的 都是我们感恩报恩的对象 所以我们要感谢医生 感谢国家 像各位身上穿的 可能鞋子是我们中国来的 戴的眼镜是德国的 穿的衣服是法国的 化妆品更是法国的 吃的食物是香港的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活着 来着四面八方 就像我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跟我说 不能带一毛钱来 我说师父 那没钱怎么出家 你没钱出家 你才知道感谢众生 那我说怎么来 我说穿个内裤来 就真的 我就 然后呢 然后就 我就来出家了 然后我去出家 然后他们叫我去做衣服 结果衣服做一做 哇那老板多少钱 没钱 我以为出家衣服很便宜 那我就不敢拿 我师父说 我没有叫你去做衣服 你回到寺庙 那边很多死掉的 出家的衣服 你拿来穿就不穿了 你穿他们死掉的衣服 那你不会还俗 有加持 我是这样长大的 所以我从一个 做事业有钱的人 从零 然后到今天 但我师父才跟我讲 那你要感谢 你看你喝一口水 也是别人给你的 你要这样去修空性 修无我 修绝对的感恩的心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你老公跟你在一起 终于生下一个 你爱的儿子 你要好好感谢你老公 哪怕就外面 再生几个也无所谓 没有你怎么会 我这个儿子呢 你要想这个就好了 你要想 你怎么对不起我 那你痛苦的要死 所以我想 坐个飞机 要感谢所有飞机上的人 不然你一个人 包飞机啊 你坐得起吗 是大家一起 然后感谢开飞机的 感谢空腹炎 感谢坐在隔壁的 所以我每次坐飞机 我都不睡觉了 超度大发挥 为活的人消灾 为他们身上吃的肉 殷勤在住超度 这样我就没有坐 白坐一趟飞机 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所以更感谢空腹炎 更感谢一切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睡在酒店 感谢他们帮我们 铺床铺啊 给我们水啊 对不对 给我们空气啊 信徒给我们出钱啊 这个观念很重要 念一下 随时感恩 好不好 当你不感谢对方的时候 你就在骂对方 其实我这句话 人一生气呢 这个恩就忘记了 所以喝人一口水 要知恩徒报 要永永远远地 记住这个道理 而不能因为后面 他对你不好 而把它切断了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报恩 这些牌位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 但是佛的功德圆满 慈悲圆满 但是佛的功德 慈悲圆满 没有透过我们用心 来念佛 诵经 那众生就得不到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我们佛教徒活着 有什么意义 来 一切诸佛的功德 跟受苦的众生 我们是连接点 当你嘴巴念 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给他了 当你用一杯水供佛 这杯水化为 极乐世界功德水 让他们洗到就超度了 一块小小的饼干 我们拿来供养诸佛 佛加持这个饼干 变成甘露 让这些众生 念一下 吃即解脱 闻即解脱 他闻到了 他就解脱了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 回家睡觉 我明天用神通 把你变到非洲的乡下 什么人都没有 房子没有 你开始度众生吧 这样就好了 你就开始 一个人在非洲度众生 这个叫菩萨 菩萨如果不如此 他就不会成佛 从零开始 甚至非洲人要杀你 所以就像玄奘法师 要到印度取经 翻译给我们 中间好几个阶段 要被杀掉 玄奘法师是孤独的 法弦法师是孤独的 意境法师是孤独的 这些去替我们 取佛陀的经典 翻译给我们的这些法师 死的更多 活的没几个 所以我们才有一部经典 可以看 所以各位 你现在念一部新经 你都要非常感恩 所以要很认真的 去读这个新经 那我们现在 先替六道众生 做供养 好不好 所以我再讲一次 一千亿美金 拿去世界做布施 还不如在佛前 供一杯水的功德 为什么 佛是最圆满的功德 就像刚刚讲 你给你儿子一千亿美金 还不如供养你爸爸 一块美金的功德 那何况是佛呢 佛是众生的父母一样 没有佛 那我们生生世世 都在六道轮回 我先问各位 美国人可不可怜 美国人可不可怜 可怜 你不懂佛法 不叫可怜吗 白来一趟 现在给你做 最有权的人 最有权力的人 如果你没有归三宝 这个人可不可怜 可怜 那各位自己快不快乐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老公虽然不在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儿子虽然不孝顺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因为老公跟儿子 都不是你归一的地方 不然你会苦死 我跟你讲 漂亮 金钱 房子 都不是你依靠的地方 再漂亮的东西 都像前面的花 请问会不会坏掉 你也讲 靠山三岛 靠水水岛 靠老公老公岛 你不要依靠 所以佛陀说 你依靠执着 你就会痛苦 你也讲 万法皆空 对了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没有一样 你可以依靠的 所以 依靠就是痛苦 唯有 往内 开发你的慈悲 佛性 这才是生命唯一的快乐 千万不要靠 像很多人说 我读博士 我很有钱 我权力很高 我很漂亮 我很有力量 用这样想要赢过别人 那个叫阿修罗道 那就是竞争 每天在打仗 所以我想 一个修行人 他不去征服外面的人事物 你也讲 征服自己 感动对方 你唯有征服你自己 你才可以用慈悲跟智慧 去超度众生 这个叫佛 所以从今天开始 希望大家 我们既然要超度众生 要怎么办 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 不要再生气了 不要再骂人了 不要再起欲望了 师父 我很喜欢吃鸡肉 你很不慈悲 你吃鸡肉 今天的超度排位 所有动物通通跑掉 所以我们为什么超度人 不能吃肉 为什么大乘佛教不能吃肉 因为你要超度众生 你要是你这个人 有杀的心 你这个人有爱生气 那些鬼就跑掉了 他怕你 人怕鬼 鬼更怕人 所以你一定要变成一种 慈悲 不怕对方 你吃掉我都没关系 我就是要爱你 你才可以超度他 慈悲心才是超度的唯一方法 不是你念哪一个佛 念哪一个咒 哪一个佛 哪一个咒 如果你没有悲心 念出来就没什么意义 还不如放录音带 所以我刚才讲 佛的圆满的力量 能够帮助众生 是靠我们这颗心 我们这种无我的 平等的 报恩心 慈悲心 承担众生痛苦的心 那这颗心 你念一句奥弥陀佛 它就超度 如果你没有这颗心 你把整本书都背下来 那也没用 因为心才是力量的所在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这一份心 也愿意 但是你如何保持这一份心 那就要修 谢谢大家